这太疼了 这干嘛呢 他想走错了 大家好 我是广志 然后 就是 我在前面确实是不小心赢了 忽兰跟周老板 但是也没有特别厉害 就用一个词形容 就是小人得志 你知道吗 节目大家都看了是吧 对 然后我是那个周杰伦的眼粉 对 弹幕里好多人说我长得 特别的像周杰伦 我就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录节目之前 演出我们观众 大家看我长得像哪一个明星 他们都说是张全弹 就是为了阻止我像杰伦 都把张全弹给逼成明星了 为什么现在大家突然一下 又发现我像周杰伦了呢 因为我在比赛期间 用了那个英术刘光瓶护肤 就我的皮肤 由内而外光感透亮 就透亮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感觉是 我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就是我的脸 就英术流光瓶 让我不用打高光 都直接达到了 我颜值的高光时刻 谢谢 就我们这期的主题 是挺别遗憾立场嘛 其实 就是我从事脱口秀之后呢 我就从来没有过遗憾 因为除了脱口秀之外 我也找不到 其他更好的工作了 就是当你越是 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就越没有遗憾 就我的学历呢 是大专辍学 就我的 我的人生就没啥选择 我不像其他的演员 他们上台之后 就经常可以介绍自己 什么是交大毕业 或者什么是个学霸 对吧 就每次留到我的时候 是个人霸 我就 就是 我身上确实 没啥闪光点 就我每次演出的时候 海报上介绍我的那一栏 我都只能写上一句 是一个山东人 就每次主办方看到之后 说话也都特别地委婉 你给我滚 就我们这个海报 贴出去是为了吸引观众 来看演出的 就你这一个山东人 就这是凭借什么吸引的观众呢 观众是都没有见过山东人 是吗 观众来了之后一看 台上有一个山东人 你们这个演出也太酷了吧 这就不可能 我现在是四个人在上海生活 就我发现我妈现在特别地关心我 她关心我 关心到什么程度 我最近发现我妈 她开始通过那个微信运动 监视我 就我有时候偶尔会睡到中午 12点才起床 然后这个时候 我妈就给我发微信 问我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为什么还没有起床 就这个问题我就不敢轻易地回答 因为没起床 又代表还没有吃饭 就是不起床是小 不吃早饭 在我妈眼里是一种违法行为 我那个时候 我上学的时候 我都不敢跟我妈说 我一苏人都没有起床 因为这种行为 这种情况在我妈眼里 就属于是聚众不吃早饭 就是我遇到的困难的事情 多了去了 我妈都不关心 我妈就关心我到底有没有吃饭 我妈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现在在上海 我根本就不图 你在外面能挣多少多少钱 你只要是把饭 给我按时吃好就行了 就 每次我妈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 我终于还是要回家继承家产了吧 而且 而且我的微信运动 一旦超过一万步的话 我妈这时候还会给我发微信问我 你今天是干什么去了 你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你和谁一起去的呀 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这时候如果我说是女的 我妈就会问 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呀 如果我说是男的 我妈就会说 我不相信 就我妈最近会一直催我找对象 就在我妈眼里 我现在在上海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 我接触不到女生 其实我妈不知道 就在上海这种城市 大部分年轻人 大家单身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遇不到优秀的人 就更多的人单身的原因是因为你周围 优秀的人太多了 你不知道该选谁 就像我们这种舔狗 你不知道该舔谁 就这种感受 追星的女孩完全能够理解 假设说让你在 肖战 王一博 易烊千玺 还有我 我们 我们四个中 让你选一个做男朋友的话 你肯定会非常纠结呀 你肯定会纠结 你肯定会想 这可怎么选呀 这都是我的菜 肖战也是我的菜 王一博这也是我的菜 易烊千玺 这也是我的菜 何广志 菜里还有一个虫子 假设你周围 没有那么多优秀的人 假设说你周围就只有 张全弹跟我 我们俩的话 你通过简单的一比较 你很快就会选择出来 你通过简单的一比较 你很快就会选择出家 对吧 而且你选完之后 都不在遗憾的 你知道 就我觉得我现在这种状态 其实是好的 就除了年轻 又一无所有嘛 我觉得我这种状态 非常的好 就我这种状态 它可以很好的 甄别一些女生 比如说一有女生 她一靠近有钱人的话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她肯定是想要 不劳而获了 她肯定想要实现 她不劳而获的理想了 对吧 像我这样 但凡一有女生 靠近我的话 我就知道 那这个女人 她肯定是想要 嫁给爱情了 要不然她涂我的啥 涂我长得像杰伦 就我觉得我们 每个人在生活中 让我们面临一些困难 或者说面对一些选择 抉择不了的时候 就为了不让自己遗憾嘛 然后很多人就会喜欢 找一些名言名句 来支撑自己 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就我也一直有这么一句话 就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来这句话 就这么多年来 支撑我面对困难的 这句话就是 穷不过三代 每当我又在想 解决所有的困难 全能行的精神信仰 就是从概率学的角度讲 我一定会非常有钱 因为我就是第三代 跟红苗正 我从小就特别地 相信这句话嘛 然后就以至于我 入习太深之后 就导致到现在 这样一个问题 就像我现在每次回家 跟我父母在一块 吃饭的时候 我只要一听到我爸 他说他马上就要 挣到钱了 我就特别担心 你说啊 怎么就要挣到钱了呢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你这一挣到钱 我这辈子这不完了吗 好 谢谢啊 小龙多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可以了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我为什么要接在 徐志胜后面 我现在感觉 脱骨秀太难了 但是看到志胜 那么快就谈到恋爱 让我突然觉得 脱骨秀值得 确实节目播出之后呢 也给我的生活 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节目播出之后 给我的生活 带来了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现在基本上 每次出门 都能够被人给认出来了 现在我出门 必被人给认出来 就我现在出门 如果没有被人 给认出来的话 我就不回家 我给自己定的任务 是每天至少 要被两个人认出来 如果KPA没有完成的话 我就在地铁口加班 带似的玫瑰 了解一下 然后最近我还搬家了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隔断房 就那种二房东 他把房子租过来之后 打了好多的隔断 客厅都会隔美的那种 你像你们现在住的 起码是什么 三室一厅 或者两室一厅 对吧 我们家那会儿 七室一走廊 隔音还特别差 我隔壁住了一个老太太 就每天早晨七点 她会准时放佛经 每次把我吵醒之后 我都特别地难受 我当时就想 上海这个生活节奏 是快哈 就佛祖来到上海 七点就得上班 那时候我就特别担心 就是我们这么多屋 那个神仙 他来之后 他能找得到吗 我现在就怀疑 我事业这么顺 是不是当时神仙 保佑错了呀 小的时候 我印象中 我奶奶也会信一些神仙 但我奶奶 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会念到两句 而且我奶奶信的 特别地多 特别杂 我奶奶觉得 信的多了 也不吃亏嘛 就等于说 我奶奶是一个团粉 就是我奶奶 家里供奉的 可能中间是观音菩萨 在旁边关公 然后在旁边是财神爷 就我奶奶那个信仰 你看到之后 你都得感慨 这是个什么神仙组合 但是最近呢 我就搬家了 搬家之后 周围我的朋友们 他们就问我 在广志呀 你现在搬到了哪一个区呀 我说我搬到了舒适区 开玩笑啊 但是也确实是 穷人诈富 挣到了一些钱 接到了一些广告嘛 然后我又没有谈过恋爱 就甚至离爱情 最近的一次 就是前两天 拍一个广告 里面有一段感情戏 他真的找了一个 专门学表演的女生 来跟我搭戏 那个女生特别地好看 当时呢 那个导演是想要拍一个 相濡以沫的画面 结果拍出来 我站在那个女生身边 就有一种 小人得志的感觉 可能是也没有见过 我这样的男主 给人家专业学表演的 整不会了 当时导演就在旁边教他 就说你要甜蜜 你要温柔 就是你得对着他撒娇 我当时一听 还要撒娇 这个戏的尺度 是不是有一点大了呀 先等一下 我这种吃惯了生活苦的人 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 后来没有办法 那个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 先对视十秒 建立一下感情 说是找一种 坠入爱河的感觉 就五分钟过去了 他还没有入戏 我当时心里就想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 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 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但是我能理解他呢 就人家学了四年表演 全是帅哥美女 结果出来之后发现 生活的真相是何广志 我都不忍心告诉他 等到明年 徐志胜来拍广告的时候 你就知道 生活是有多么残忍 而我又有多么美丽 挣到钱之后呢 我最近也开始理财了 当然我是属于那种 就啥也不懂 就跟风买基金 然后呢 我还经常会跟我的同事 昌叔我们俩一块讨论基金知识 就是我跟昌叔 我们俩效果文化理财界的 卧龙凤厨 就别人讨论基金 都是什么 加仓补仓 我们俩讨论 这上面显示一千七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挣了一千七呀 还是说就剩一千七了 他说你这是不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我说我这是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他说你这是不减亏损 我们俩由于理财理念不合 就吵了起来 就旁边的同事都看懵了 这两颗韭菜干什么呢 仿佛在讨论谁更好吃 就现在理财之后呢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觉得这个财 他不经理 理着理着 快理没了 我现在误出来一个道理 就是你不理财 财不离开你 我现在每次打开我的基金APP之后 我跟大家感受就是 地铁又在向我招手了 就理着理着 快给我理回郊区了 所以大家买基金 一定要谨慎 因为基金跟我一样 它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那么什么可以放心大胆地买呢 当然是瓜子二手车 送车上门 试驾七天 满意了再过户 不得不说 相比较玫瑰 还是瓜子更香 谢谢 我是何王志 谢谢你们 谢谢 打好我是何王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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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了这个主题赛了嘛 然后今天呢 所以我就打算 跟大家聊一聊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生活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 怎么说呢 就是跟往年一样 我们的主题是 躺和卷怎么选 在感情上 我现在是卷也卷不过 躺的话 又不甘心一个人躺 我觉得没有谈过恋爱 这个事不能赖我 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两年网上 好看的女生 越来越多 就他们已经好看到 影响我的生活了 就看完他们 导致我找对象的眼光 越来越高 跟你们形容一下 我未来女朋友的样子吧 身材火辣 肤白貌美 能歌善舞 厨艺高超 我朋友听完之后说 我觉得还差一点 还差一个双目失明 不瞎的话 凭什么看上你呀 所以我现在找对象就很难 因为一个人 在双目失明的同时 很难处以高超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平时接触到的 全是一帮直男 就比如我跟他们说 我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我不咋会 跟女生沟通 他们说 啊那没事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给你介绍一个课程 叫沟通的艺术 我说我没有对象 你不得给我介绍对象吗 你给我介绍艺术干什么呀 你得给我介绍艺人呀 开玩笑了 开玩笑 他说受之隐喻 不如受之隐喻 就是从根本上 替你解决问题 我说从根本上 替我解决问题 是不是还得给我 介绍一个整形医院呀 你看看 广志这个人 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自知之明 我说哥 你这个沟通风格 是从那个艺术里面 学的吗 如果是少学一点吧 学艺之前 先学做人吧 好不容易 公司组织团建 去迪士尼 全公司的女生都去了 结果刚进了园区 这帮直男 就给我拉走单独行动了 理由是 女生走得太慢了 我都懵了 她们走得还慢吗 那为什么我追了26年 一个都没追上呀 我就问 咱走这么快 干什么呀 把我带到了旋转木马面前 已经做了攻略了 这个点做 人少 我崩溃了 受我鱼 你当时把我往鱼塘里带呀 我学了一整天沟通的艺术 沟通的第一个对象是马 然后一群标形大汉 就开始做旋转木马 人均200多斤 长得有人高马大的 还有人高比马大的 所有的种都小 把那个小马给骑的呀 当时 坐上去之后 都看不见马了 老远一看 两块肥肉夹着一根根根 在那里绕 跟烤串一样 别的马都是在上升下降 它那个马 你就感觉一直在下降 下降下降 把马都快撸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下来吧 我本来幻想的 这是弥漫着荷尔蒙 现在被你整的全是自然味 后来可算是找到机会了 花车游行的时候 全员的人都去看了 我说咱是不是也该去了 对 咱是去开牌海盗船了 因为这会儿没人排了 排的时候 记得用手机 再排一个雷鸣山漂流 这样等会儿 两边就都能玩 我都气笑了 这帮直男玩得挺刺激呀 一个女生都没有 愣是给我玩出了 脚踏两只船的感觉 确实像我这种太久不谈恋爱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是 这个人特别渴望恋爱 就比如去年杨蒙恩在节目里面求婚的时候 不是好多人都哭了吗 我也哭了 杨丽磅礴哭 弹幕都刷 他俩被感动了 镜头转向我 何广志留下了羡慕的泪水 我不至于羡慕到哭了 我当时也是感动 就是果然讲脱骨秀 可以找到女朋友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小北凑过来跟我说 俩人真不容易 在杨蒙恩讲脱骨秀之前 俩人就在一起了 我当时感动的就哭了 眼泪流进了嘴里 又苦又闲 这也算是尝到了爱情的味道吧 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好在我把这些都写成了段子 哪里有天才 我只是把别人约女生 喝咖啡的功夫 都用在那写稿上 我竟然就是要卷死各位 谢谢你们 和广志一起 这应该还行 看来可能又很高分数 分数稿个199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我最近发现 我个长相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扰 当然不是丑啊 是我长得太老实了 这样很容易让我遭到一些道德绑架 就比如说当有人问到我的择偶标准的时候 我发现 我没法回答 我喜欢一个性感辣妹 大家会觉得 啊 她不是应该喜欢善良的吗 就我这个长相 只要是喜欢一个辣妹的话 我就是个坏人 我现在就特别羡慕那些天生长得很坏的人 他们只要不骚扰辣妹 就是好人 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女性越来越好看了 就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 可能是因为最近挣到钱了 敢看他们了 看完之后 我会觉得现在女性的平均颜值 比男性要高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我为定的责任 但是看到徐志诚之后 我觉得他的责任更大 长得越差 合人越大 当然出现这个局面 不是我们男生不求上进 而是你们女生进步太快了 你就像我每次出门前照镜子 我看着我刚用洗面奶洗完的脸 再闻一闻我刚换的衣服 还散发着洗液的清香 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 我不能再打扮了 再打扮下去就有点过分妖艳了吧 你要相信我们每个男生出门之前 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亮的仔 我们也是出门之后才知道 好像林云家的狗都比我们精致 所以每当有人说我不修蝙蝠的时候 我都特别地委屈 因为那已经是我努力精修过的样子了 就那一刻我才明白 就在背后偷偷地努力 看上去毫不费力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我们男生也有外貌焦虑 我身边最快乐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单身多年的小胖子 他是那种看见美食 比看见美女还要开心的人 完全没有身材焦虑 然后也不想着谈恋爱 但他就是快乐 他的那种快乐就让你感觉 生活拿他没有办法 一般这种感觉生活正面对抗的人 都是我的偶像 但结果前两天 我的偶像跟我说 他想减肥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想谈恋爱 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的感受就是 我塌房了 他竟然要谈恋爱 没想到你胡子拉扯的 竟然也要取悦女性了 跟绿茶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胡茶表 所以压力就特别的大嘛 然后前两天就去玩了一次密室逃脱 当时去到那个地方 号称是全上海最恐怖的一个密室逃脱 但我去了之后发现装修也一般 我就问老板 你这也不恐怖呀 老板说一个人598 我说你等一会儿 这有一点吓人了 更恐怖的是 我去了之后才知道 那个局全是我们公司的男同事 你知道就以我现在这个年纪 遇到这种局的心态 只有一个 就白跑一趟 我觉得去鬼屋玩 一定要男女搭配一块去 因为你跟同性朋友一块去的话 进去之后就会发现 那个房间里面啊 除了恐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在里面就只能干害怕 因为在那种环境下 男生的天性就是想要保护女生嘛 比如有一个女生胆子比较小的话 我们站出来一保护她 大家就都不害怕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几个人里面呢 胆子最小的就是吴星辰 当吴星辰在里面被吓得大喊大叫 上蹿下跳的时候 我们发现她并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不仅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甚至我们也想吓她一下 怎么不把你吓死呢 她当时是扎了一头脏便进去的 进去之后她的脏便直接被吓开了 你们可能有人见过她 她那个人怎么说 头发又长长得又丑 当时整幅画面看上去 她比那个鬼更像鬼 就每一次她在里面被吓得 大喊大叫的时候 我甚至都会产生一种冲动 就是我今天我要保护那个女鬼 其他人都谢谢 来吧 先生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我也有今天 应该有一些观众认识我 因为去年我也参加了这个节目 去年我在节目里面讲了很多 关于我自己特别贫穷的段子 对 其实关于我自己贫穷的段子 还没有讲完就被淘汰了 就现在回想起来就特别的遗憾 因为我已经挣到钱了 但是我的消费习惯还是没有变 我前一段时间去一个度假区演出 当时在那边玩得特别的开心 就是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玩得那么开心过 因为不用花钱 然后我走的时候 还把他们给我的那个消费卡 找了一个超市 把里面的钱刷干净又走的 结账的时候还被店员给认出来了 就说 哎 你是不是那个 讲脱口秀的呀 当时盯着那个鱼鹅 我就特别的尴尬 我说 对对对 试试试 我叫杨孟恩 我说 所以在那边演出 观众的反应让我觉得 好像大家平时工作 压力都特别的大 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 他就会比平时周中的时候好演 尤其是那个周五场 周五的观众那个氛围 你们可能是没有见过 其实每到周五的时候 观众那个氛围 你就感觉是 都不用我们演员讲 他们自己就会笑 就周五的观众 他们坐在台下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他们这个演出虽然很垮 但是我明天就不用上班了呀 发自内心的愉快呢 然后其次好演的就是那个周日场 周日的观众也特别的好演 他们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如果再不笑的话就来不及了 就我觉得周一的观众难演这个事情 他也不能赖观众 可能就因为周一嘛 大家确实第一天上班比较疲惫 就生活还看不到什么希望那种人 就周一的观众他来了之后 他永远不笑 他永远就是搭了个脸看着你 你这边看着你 永远就搭了个脸就是看着你 有时候你就感觉周一的观众他来 他不是来看演出的 他来他就是报复社会来了 我今天我就让这帮透口演员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生活 没有必要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这样 就有一次我们演出结束之后 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大姐 她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 在剧场门口就娃娃地哭 周围的人就劝她 问她为什么 她说她明明上一秒还在笑得那么开心 她一想到明天就要回北京上班了 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娃娃地哭 就第二天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还挺心酸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好残忍呀 给了她那么多的快乐 好像越美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 我的天哪 人也是一样 越美的人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 真的我现在每次走在大街上 我只要但凡看到一个特别美的美女 我的第一反应都会是 就是她这一生 她得拒绝多少像我这样的人 就她得拒绝多少追求她的男人 给别人造成多少的伤害 我现在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还是我们这些丑直男 因为我们这些丑直男 伤害这个世界的方式 顶多就只能是 发自拍恶心你们 或者是去追一个 我们配不上的女生 让对方怀疑自己 连她也能追我妈 我现在觉得舔狗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你们有人当过舔狗吗 都不承认是吧 就是 我一个朋友 今天我可以顺便进几道名额了 接下来就吃了面了 但是很多年长 然后我最近发现 她就会加很多女生的微信 然后几乎每个女生的朋友下面 都会有她的点赞跟评论 当然你们也不要问我是怎么发现的 然后有人还就问我 说 哎 广志呀 我这种行为 就是算不算是海王呀 我说海王 她是那种长得帅的 到处撩人才叫海王 你这种到处舔人的呀 她只能叫海狗 从她身上我就发现了一种 就快乐当舔狗的方法 就当你被一个喜欢的人拒绝的时候 你心里肯定会特别的难受嘛 但是当你被很多人拒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她的痛苦就对冲了 就是你不会觉得难受 你只会觉得 拒绝我的人多了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哎呀 我的妈呀 你顶多只是不搭理我 人家都让我滚 相比之下 还是你对我好 但是相比男生开始鼓掌 非常很有构美 扎男的恋爱观就是各取所需 舔狗的恋爱观就是天道筹琪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当舔狗 也不要当扎男 像我一样 所以我带刺的玫瑰 谢谢你们 和王智 谢谢你们